钙元素是人体必须的其中之一元素,体内钙元素含量少的话,对于骨密度有很大影响,影响儿童正常发育,也容易导致老年人骨质疏松,因此很多人就会在生活中吃一些补钙食物, 比方说牛奶或者大骨头汤,牛奶钙含量还可以,但是大骨头汤是真的没有补钙成分,以行补行的说法也不是全对的。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种水果界的补钙王,它具有三重补钙效果,常吃补钙预防骨质疏松,看完果断放弃牛奶,这种水果就是钙果, 原名欧礼,是由我们果树专家杜俊杰教授历经近三十年时间,从野生植物欧礼中发现并选育出来的我国独有的水果新优质品种,它的果实具有三重补钙功效, 被称为补钙、之星、水果之王,钙果是高档杂果及营养、保健、生态于一体的多功能果数, 每百克鲜果含钙79.09毫克为水果之冠,其中含有17种氨基酸总量高达338.3-451.7, 100克,特别是维生素C、B2和E的含量,以及钾磷铁、新锡的含量均高于现有常见果树品种, 是儿童、中老年人补钙的高级保健水果,现在社会上常见的有红色果、黄色果、紫色果和黄底红韵果, 同时也有用它制成的饮料和糖果,大家对它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买一些尝尝, 同时,钙果的果树还是很好的一种经济作物, 其绿叶嫩精还含有牛羊所需的一般营养成分, 再加上含钙量、极高、纸牛羊等牲畜极好的饲料, 其经叶生长旺盛又无次因而再用钙果对荒山荒坡氯化中, 结合放牧更可提高其种植的综合、经济效益, 种植这种果树不仅可以让其再吸收二氧化碳、制造氧气。 注藏能量、含氧水源、净化水质、保持水土、防风固沙、 降低噪声、调节气候、吸附粉尘、生态、疗氧等生态环境改善上 有良好的生态功能,还可以构建生态产品生产体系最大限度地提升生态产品生产能力, 为推动绿色发展、循环发展、低碳发展、发挥其特殊作用, 属于天然氧疤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很多人认为骨髓是动物体内钙质集中的地方, 如果用这些部位熬汤就可以达到补充微量元素的效果。 但实际上,这种想法是错误的,骨髓里面的钙含量是非常低的, 无论我们煮或炖动物骨头有多长时间,都不能达到所谓的以行补行。 效果 那么日常补钙到底该吃些什么呢? 下面这八种食物,人们多多食用,才能强筋、健骨、液、秋葵、秋葵、 富含钙、和酶、有助于预防钙和酶缺乏症。 除了健康的骨骼外,还需要钙来帮助调节心率、血压和胆固醇水平。 它还有助于神经信号传导,对于有乳糖、不耐症症状的人或素食者。 秋葵提供的钙可以帮助弥补乳制品的不足, 很少有人知道这种蔬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K和液酸, 这被认为对骨骼和关节健康非常有益。 秋葵有助于增加骨密度,预防骨质疏松症和保持骨骼强壮。 二、鸡蛋,一个鸡蛋含有11.6克脂肪和55毫克钙。 而且它含有的维生素D含量很高。 会提高钙的吸收率,并增强骨骼和牙齿。 新研究表明,鸡蛋除了含有胆固醇外,还含有灵芝。 因此,对健康,无害,它还可以阻止胆固醇的产生。 鸡蛋中的Mega-3脂肪酸有助于降低甘油三脂水平, 从而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三、猕猴桃。 猕猴桃不仅富含维生素C,还含有对身体有益的钙含量。 研究发现这种热带水果含有大约60毫克的钙, 而且猕猴桃中的抗氧化剂组合有助于保护店内。 免受氧化。 所以猕猴桃还有预防癌症的能力。 所以人们日常可以多多食用猕猴桃。 四、豆腐含钙丰富的食物,肯定离不开豆腐。 大豆通过加工成豆腐的过程。 大豆中的钙含量被分解,使身体更容易吸收钙,进入体内。 豆腐块中的钙含量也远高于豆汁。 豆腐可以代替肉,和蔬菜一起炒。 是一道极富营养的菜肴,为身体补充钙质。 五、杏仁。 说到坚果,就不能不提杏仁。 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坚果, 也是该食物组中钙含量最高的坚果。 每100克杏仁,约含钙815毫克。 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钙需求。 不过钙含量这么高,一天只需要吃一把就够了。 不要过量食用。 六、燕麦。 燕麦的钙含量在谷物中是最高的,比百米高7.5倍。 虽然人们认为燕麦对钙的吸收率低于牛奶, 但这是预防缺钙的有益食品, 大家还应该将其与杏仁奶一起使用。 以增加人体吸收的钙量, 一杯杏仁奶与半杯燕麦一起食用可以为人们提供300-400毫克的钙。 7、无花果干。 这种水果含有大量钙质。 225克干果含钙320毫克。 但是,它们也含有大量卡路里。 如果人们不想超过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, 则应考虑使用它们。 8、鹰嘴豆。 鹰嘴豆是豆类食物的一种, 富含蛋白质、钙元素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, 还提供纤维素。 在饮食中加入鹰嘴豆有助于人们降低患某些疾病的风险, 如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和癌症。 以上八种食物对于补钙来说是非常不错的, 建议大家可以在日常饮食上多多选择。 40岁后,想补钙防骨质疏松。 别光吃钙片。 多吃这几种钙含量高的食物, 随着年纪的增长, 体内的钙最容易流失, 而钙长期摄入不足, 会发生骨质疏松, 增加骨折风险。 有数据显示, 40岁以后由于生理机能减退, 肠道钙吸收率下降, 成骨机能下降, 骨钙丢失速度增加, 女性每10年骨骼钙量丢失10%, 男性丢失5.70%至80岁时。 骨骼钙量是40岁的40%, 因此人过40岁就需要不钙。 世界卫生组织指定钙的预防用量为500毫克每天, 治疗用量为1000毫克。 天,许多人都会最先想到钙剂, 但是食物补钙比单独服钙剂更利于钙的吸收。 含钙多的食物中除了钙以外, 还含有其他营养素, 食物补钙的同时也得到了其他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。 一,芝麻酱。 在日常食物中含钙量最丰富的是芝麻酱, 每100克芝麻中的钙含量为1057毫克。 而且芝麻酱含有丰富的卵磷汁, 可防止头发过早变白或脱落。 芝麻还含有大量油脂, 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。 常吃芝麻酱能增加皮肤弹性, 令肌肤柔嫩、健康, 但是也不是越多吃越好。 每天吃10到20克, 最好二,虾皮。 虾皮含有丰富的钙。 中老年人经常食用虾皮, 不仅可以预防自身因为缺钙而导致的骨质疏松症状, 还可以增强食欲,提高抵抗力。 三,牛奶。 牛奶补钙在普通不过了, 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不喜欢喝牛奶, 那就喝点酸奶, 同样也可以补钙。 但要注意,酸奶的保质期。 四,豆类。 豆类包含了很多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。 起码,优质蛋白有40个百分点以上。 当然豆类还含有丰富的V根钙, 不但能够缓解衰老, 还能防止骨质疏松。 是中老年人的常用食品, 但是豆腐以及其他豆制品均不宜与菠菜一起烹制, 但豆制品若与肉类同烹, 则会味道可口,营养更丰富。 五,自制高钙醋。 煮骨头汤或是炖肉时, 加些醋可加速钙质吸出, 所以中老年朋友可以自制高钙醋。 方法, 把煮鸡蛋包下来的蛋壳, 泡在醋里面, 过几分钟, 蛋壳就会慢慢溶解, 最后连一点残渣都没有, 如此,就可获得约1800毫克的钙, 每次炒菜的时候, 就可使用自制的高钙醋。